哈囉大家好 我是Jeky 我們就要幫他試駕的是納智傑的N7 那N7是納智傑首款意義上第一台的電動車 而且是目前國產裡面最便宜的電動修理車 所以我們幫他整理出七大重點 讓大家來檢視一下 那藉由這七大重點你可以來發現 你到底適不適合買電動車 或者說油油轉電是不是適合N7呢 或者是說N7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為 你的生命中第一台納智傑呢 那我們就開始吧 如果是油油轉電的話 你覺得這台車的重點是什麼 一定就是續航里程的嘛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這台車的第一個重點 N7的續航里程 根據N1DC的測試標準是505公里 那這台車呢 鴻華目前沒有給我們確切的一個電池的度數 那根據我們側面的了解大概是60度左右 那N1DC505公里 換算到實際使用 你可能要打個6到7折 算它7折好了 就是大概350公里左右 你覺得夠用嗎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能就要改變一下你的駕駛習慣囉 N7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這台車到底充電是多快喔 首先呢這台車採用的是400V的架構 那它的充電規格呢 是CCS1搭配JE772 那根據原廠的顯示呢 它在10到80% 只要30分鐘內就可以充完了 可這樣的速度我個人是為了還好 這台車真正的厲害是什麼 是他們開發一個東西 叫做水插集充的功能 你不用下載很多第三方充電業者的APP 你只要一個Lockchain的APP 你就可以直接去充了 所以說你是很在意 在外面充電或是快充人的話 我覺得這樣使用上面是方便的喔 電動車除了在外面充電之外 在家充電我覺得也很重要 所以那直接推出的叫做店底家的服務 它整個送費標準大概是4萬塊錢左右 可是這個是不含線材的喔 最高的充電功率可以達到7000W 那這台車我們剛剛估算的是60度左右 所以說你總共充滿 可能要花10個小時喔 比你睡覺的時間還長 所以說你覺得這樣時間來說是夠用的嗎 自己去考慮一下喔 第三個重點就是這台車的車載系統 到底好不好用 可是我相信大家已經賞車過很多次 相信都已經摸過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只跟大家講重點就好了 首先呢 它的中控螢幕是15.6吋 數位儀表則是12.3吋喔 那這個重控螢幕 跟大家講一個最直白的 真的是我用過 那是所有出貨車裡面 最快最好用的一個重控螢幕喔 首先呢 它的觸控靈敏度是真的夠高的喔 而且無線的CarPlay Android Auto都直接在裡面了 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你看到沒有 全螢幕的地圖 這用起來的爽感是真的很好的 而且直接的滑動啊 縮放都是沒有問題的 代表桌子的觸控是OK的喔 那我覺得呢 這套中控系統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在地域導航的部分 首先我們如果開啟CarPlay導航 你會發現 它的車輛集中位置 竟然是在最下方 等於說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要使用導航 我們的視線要 一直不堅淡的往下 我覺得你在使用上 不管是安全性 或是直覺度 都會有一點點影響喔 所以說 如果你日後可以藉由OTA升級 把車輛移到畫面的中心點的話 我覺得這樣使用上 就會非常非常直覺 就會很棒喔 既然提到OTA 大家都在講說 日後啊 N7可能會有哨兵模式 或是各種新的功能導入進來 都是要藉由OTA的日後升級 可是目前原廠還沒有跟我們講說 一個確切的時間點 這就要再跟大家自己去確認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些東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像這台車有一個360度的環境 跟以前那些比起來 這個畫面的精緻度 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確實看到 你的車輛四周圍 到底有什麼物體存在 安全性就會有所提升 那講完好的地方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用 或是說你需要去習慣的一個地方 首先呢 它基本上 這套系統很像特斯拉 它把所有東西 都整合在中控系統裡面 這個有好有壞 但是你在尋找的時候 就真的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像是這個駕駛輔助系統好了 你點進去發現 哇 密密滿滿一大堆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真的是不太適合去使用它的 可是我覺得好處是什麼 它的整合性 跟它的UI設計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像是母選單這邊 基本上就很清楚了 有什麼常用的功能 或是電靠 駕駛輔助系統 基本上一目瞭然 只是裡面東西就真的很多 所以你在使用上 真的要停下來 好好去摸手 再把它開上路 會比較安全 現在是N7第四個重點 就是生活運用上的一些功能 畢竟電動車就是可以做到 很多油車做不到的事情 像是沒有油嘛 你就只有耗電 所以說你的空調啊 基本上是讓這台車 出一個最低耗電量的狀態 所以說它提供給我們一些 待在車上一些模式可以使用 首先有三個 就是維持寵物跟露營 維持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當你可能臨時停車 你要去買東西 那車上小孩或是家人 可以持續吹冷氣的狀態 那第二個寵物跟露營 我覺得就是比較實用的 首先寵物模式呢 很多人現在都會有養毛小孩嘛 那你習慣把小孩放在車上 可能下去買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開啟寵物模式 你的儀錶上面就會顯示一個寵物 那它的空調會是持續吹鬆狀態 等於說你不用怕你的小孩 在裡面會悶死 那路人看到了也不用急著去破窗 畢竟他已經知道 你現在的空調是持續在吹的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除了寵物之外呢 像大家很喜歡露營嘛 所以露營模式 也是這台車其中一個標配 那基本上我覺得跟寵物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當你開啟露營模式的時候 你可能時間久了 它的中控螢幕的亮度 還是維持在一模一樣的狀態 它不會自己變暗 如果可以藉由OTA調整 讓它可能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自動變暗的時候 你睡著就不會被影響 我覺得這樣子就會是更貼心的狀態 那最後一個呢 是這台車還有一個V2L 對外輸出電源的功能 等於說你帶一些小家電 或是筆電都可以進行使用 等於說它也是可以是一個行動的辦公室 那這些功能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電動車跟油車 最大的不同 你真的可以認真考慮一下 這些功能到底吸不吸引你去油轉電呢 那N7的第五個重點 就是車艙的空間布局表現 我相信這也是很多人 從油轉電 最吸引它的其中一個地方 那N7呢 它目前車廠是4695mm 基本上4米7到4米6 都是一個中型SUV的大小 可是走距呢 N7有2920mm 這是油車完全不能相比的 所以我現在坐進來 我個人185公分 基本上進來之後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緊迫壓迫感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的 我的前面膝蓋到椅背 還有一個拳頭 又有兩到三個指頭的空間 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頭部空間也完全夠用 加上我們今天這台試駕是亮點版 所以全景的玻璃車頂也是直接有的 所以說整個開闊感 我認為是非常好的 那電動車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畢竟它沒有很多變速箱 或是承動走去影響嘛 所以說它的地板一定是平坦的 所以你要在這台車上面 實際承動上三個人 或是坐得很爽 都不會有問題喔 那電動車一直以來 我們比較在意的點是說 它很多底板會比較高 所以你在乘坐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板凳感 這台N7會有一點點 但是不會到很多 所以不會影響到你的乘坐舒適性 就是說整個坐起來是舒服的 N7車內最吸引我的地方 其實它行李箱的空間表現喔 而且N7是電動車裡面少有的 五人座跟七人座車型都有的配置 而且很重要一點是 它五人座跟七人座的行李箱空間 不會到差太多喔 那以我們今天試駕的五人座亮點板來說 它的行李箱空間呢 是639公升 最大可以擴充到1644公升 所以是真的夠用的 而且它的深度真的很棒 但是算法跟大家講清楚 它是算到頂篷到最下面喔 等於說它實際使用的空間 其實沒有到很大 當然你可以坐到最高 可是我覺得這是有安全領域的考量的 那可是呢 有個東西要跟大家講的是 它下面的洗平等化套件 我覺得其實是很棒的 而且它是防水的材質 等於說 這是亮點板才有的配備 你已經準備好要入手N7了嗎 那來看一下我們第六項重點 就是這些車型你該怎麼選呢 如果你要七人座的話 它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七人座亮點板 那如果是五人座的話 則是有純粹跟亮點 一個是入門跟高階喔 那這兩個車型大概差了20萬元價差 我們把表格列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兩個車型呢 我覺得配備最有感的差異 幫大家列舉一下好了 像是電動尾門啊 然後亮點板 它有全車12顆雷達 以及雙前座的通風座椅 電動調整 以及ARV360度的環境 我覺得在使用上 都是會相當有感的 那這20萬元價差 就要自己去選擇 哪一個比較適合你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 讓你油油轉電 到N7的第七個重點 就是動態表現喔 那先跟大家簡單報告一下 這台車呢 是採用單馬達後輪驅動配置 最大馬力230匹 最大扭力呢 則是34.6公斤米 我覺得以納茲捷的標準來說 這個動力輸出的數據 其實已經很不錯了喔 而且呢 這台車畢竟沒有引擎 沒有變速箱 會影響到你的傳輸效率 等於說它的加速基本上 是非常非常即時的喔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動點 它的加速踏板調教 我覺得非常非常線性 這個很棒 基本上你輕輕踩 它就是很順暢的出去 動力真的是可以說 誰踩誰有喔 而且呢 有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只要你的加速踏板 在踩的過程 不要超過1%或1% 它都會保持一個很舒服 很線性的那種推力往前走 這個是很人家喜歡的喔 那如果說 你想要感受一下 電動車那種 很暢快的加速感受的話 你就全電門直接下去 那它呢 0到100加速 可以在7秒之內完成 這個成績我覺得也是還不錯的喔 可是呢 這整台車我覺得 它讓我這樣開起來 只有一個感覺 就是它很舒服喔 它當然可以加速加的很快 但它整個設定就是以家庭 以舒適為取向喔 首先呢 這台車的車重 我覺得很厲害 是以電動車的標準來看 它不到2吋的車重 其實是算很OK的喔 所以說它不用到 很硬的懸吊 去支撐它那個很高重量的車重 它就可以用一個比較舒適 比較柔和的懸吊設定 來支撐這台車喔 等於說我們在一般路上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台車真的夠舒服 它沒有太多的多餘晃動 然後彈跳感也相對來說很輕微喔 這個是很讓人家喜歡的 那我們現在在山路上面開嘛 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車輛側傾當然是會有的 可是它沉一下就會停住了 這個是很不錯的喔 它不會像那種很多過軟的懸吊 你側傾之後 車身還是會不停的晃動 那種不安心的感覺 以及不舒服的感覺 這台車都不會有 這個我覺得是 它其實是調教很厲害的地方 那當然啊 如果說你要稍微開快一點點 那個側傾就會比較明顯喔 這個就要自己去掌握一下 那另外我覺得這台車 美中不足的地方 其實是它的轉向系統 它轉向系統真的是 手感有點過於輕了 輔助力道有點太大 然後再加上 它的整個轉向的設定 其實是比較偏模糊的喔 所以說 你在山路上開快的時候 真的要去習慣它 可是你再想想看 這樣模糊 輕手的設定 搭配這種比較舒適的底盤調教 其實就是為了讓這台車開起來 可以非常輕鬆 非常舒適 那我覺得這也是N7 我第一想要強調的就是家庭化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後座的表現 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去後座坐了一下 你可以發現在乘坐的感受上面 其實跟前座不會到差太多 它的晃動感跟彈跳感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狀態 唯一有一點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它後輪輪拱的胎噪聲 共鳴聲會稍微大了一點點 畢竟這是電動車 你沒有引擎的噪音 等於說你的胎噪是會被放大的 那尤其是後輪拱 我覺得胎噪就相對來說比較明顯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N7嘛 畢竟是電動車 所以它這台車配有動能回收系統 而且它有六段可以調整 首先它在方向盤 右邊是減 左邊是夾 那是基本上只有從0到1234 就是不同的動能回收系統的強度 基本上我覺得它調校的算是很線性 0就是完全沒有 1的話會有一點點這樣依序往上推 那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比較明顯的 是它的one pedal 當你在開啟的時候 如果你是從油轉電 你可能會覺得這one pedal還不錯 因為它的動能回收系統的力道不會到太大 那可是呢 如果你是已經開啟完電動車的人 以其他電動車的標準 來看這個one pedal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回充力道其實就不太夠 而且它在靜止的時候 會根據它的可能既然在斜坡 它就沒有辦法完全的殺停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我們也有跟原廠詢問過 他們說這個也是日後 可以藉由OTA進行升級的 但是什麼時候升級其實還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N7它的半自動駕駛輸輔系統 它當然是直接全車系都搭載 直接標配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實際使用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情況好了 首先呢 它的啟動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呢 它在抓線道的速度也很快 而且使用的方式是很直覺很簡單的 基本上 你按下方向盤的快捷按鍵之後 再往下鋪 它就是setting就設定好了 那我覺得比較美中不足的是 它抓車道的速度雖然說很快 但是它在調配 在輔助的力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稍微比較輕 等於說我那時候在測試的時候 會發現 你是不是沒有在修 可是它那時候才修等於說 這個是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你有輔助力要再強一點 我覺得那種感受上會更好 可是呢 這個本來就是一套輔助系統 等於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的雙手還是要握在方向盤上面 而且要隨時注意前方入框 這樣使用上才不會有問題哦 那麼上述幾個點呢 都是我認為 你想要重油轉電 想要入手N7的幾個重點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剛剛我們幫你載書的7個重點呢 就是你重油轉電 或是入手N7 一定要知道的項目哦 它真的是我覺得 我目前試過 最好開最舒服的一台那字節哦 不關乎於它是不是電動車 它整個設計跟進步 都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哦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看完我們上述整理的7個重點之後 你會想要入手電動車嗎 或是你想要買N7 還是你已經下訂了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哦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還會再借一次N7 大家想看到我們做什麼題目 或是怎樣的專題 進行怎麼樣測試的內容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哦 那最後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